刚刚HM中国宣布捐款一百万职员河南 出于礼貌感谢一下网友热评 今天少骂你一小时 这几天大家心系河南 河南省多地遇到了极强降雨 也造成了道路地铁等公共设施被淹 人员被困 危机时刻呢也发生了许多暖心的事情 明星品牌也纷纷伸出了援助捐款捐物 在这个时候 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公众号的推送 HM向河南省慈善捐款一百万 并捐赠了衣物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要感谢他的这一百万 但是如果他妄想通过这一百万来洗白 就是想太多了 网络是有记忆点的 想企图用抵制新疆棉的物资和赚的钱来做援助 想通过捐款献爱心来挪过人心 我想说你本来抵制新疆棉的衣服 你就卖不出去 是想用库存来堵水吗 谢谢你的温暖 但是我还是不会买你的东西 要不是今天你公众号的推送 我都忘记还在关注 谢谢提醒 去关了 大午与事件发生 百万粉丝网红VHM站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天两百万粉丝的网红彭彭和丁满 发布了一条传达挑战视频 本来以为就是个普通异常 但是这视频越看越不对劲 因为很明显 视频是在HM拍的 我就在评论区豪心提醒他 这个HM是个乳伐品牌 结果人家直接秒散我的评论 我突然发现这是没那么简单 上网查了一下 您猜怎么样 同样是在今天上午 沉寂了四个月的航官网 突然开始我要 向河南灾区捐款一百万元 试图进行洗白活动 再看这位网红视频 就不单单是一个普通视频了 产品展示 上升效果展示 这是一条有剧情的圆光啊 要么人家粉丝两百万的 拍摄手法确实高明 跟钱的配合也很到位 今年新疆棉事件发生以来 带头的HM一直拒不到钱 如今暗厨所地进行洗白 是认为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是HM捐了一百万 但同时它也在打击我们上千亿规模的产业 如果有人把你家房子烧了 临走的时候给你扔十块钱 你感谢他吗 你感谢 最后希望某些网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别什么没良心的前逗争 也希望HM找日本做中国 大家注意到了吗 没捐款的明星 网红最近都不开直播了 是为了面子 还是害怕捐款夺起来了呢 我呼吁封杀这些不作为的网红明星 同意的点赞 我现在就把所有直播收入都提现 捐给河南抗灾相关部门 抖音直播加短视频打赏 474 还有别的平台的 2670 我希望抖音审核小哥网开一面啊 这块我就想证明一下 没有别的意思 一共是3144 我自己再凑个整 3500 我这笔钱要捐给河南慈善总会 我本来不想拍这个视频 但是我就想告诉那些质疑我的人 我拍抖音的第一天起 我就决定了 所有直播收入 我一分都不留 全部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捐给山区的孩子上学 这就是我做抖音的初心 现在做好事不留名已经行不通了 此次河南暴雨 两次一共捐款132家 但因为没有向外公布这件事 对网友认为没捐或者是捐的太少 从而也来大量谩骂 真是太难了 近日 河南灾情严重 很多明星纷纷捐款 承销捐款10万引发热议 有网友说 他一个包10万万 捐的也太少了 随后 承销发文回应 捐也说 不捐也说 捐的少也说 捐的多也说 什么时候开始用捐款来衡量一个人了 结果 对网友骂得更厉害了 随后便删除了子女人 接着 他又在自己的小号发文 真是笑吐了 这词你怎么看 河南暴雨 大佬捐款 阿里系 捐2.5亿 腾讯集团 捐1亿 百度系 捐1亿 富士康 捐1亿 牧原集团 捐1亿 字节跳动 捐1亿 美团 捐1亿 多多 捐1亿 网易集团 捐5千万 坏手集团 捐5千万 高零资本 捐5千万 小米集团 捐5千万 万科集团 捐5千万 安派集团 捐5千万 泰康集团 捐5千万 联想集团 捐5千万 OPPO手机 捐5千万 复兴集团 捐5千万 微博手机 捐5千万 三六零集团 捐4千万 军东集团 捐的物资 中国企业家的骄傲 现在美国爆发一局 好多美籍华人就想回国避难 海关拒绝让他们入境 如果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咱们中国有难的时候 你们干什么去了 支持海关的 点赞和转发 谢谢 现在美国爆发疫情 好多美籍华人就想回国避难 无健全的学生 请家长支持下 今天只是完成任务 网传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一名教师 让未参加捐款的学生排队录像 并将视频发至家长群中 请家长支持捐款 5月20日 永顺县教体局通报 经永顺县教体局局务会研究决定 对该小学校师谢某某 进行行政记过处分 调离该校 对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 对永顺县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 秦某某进行界面谈话 对该小学在全县进行通报批评 视频画面显示 大约有17名学生排成一列 站在讲台前 从最里面的桌子一直排到了门口 有家长称学校16日 组织一场捐款活动 建议每个学生的家长捐6元钱 第二天有孩子忘记告诉家长 就没有捐款 19日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回应确有其事 并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 经调查核实 此次募捐是由永顺县教育基金会 发起的一次借爱新活动 募集的款项将全部用于 奖励优秀师生和教育工作者 救助有特殊困难的师生 以及开展园丁之家等公益慈善活动 用顺县教育局通报指出 西某某在组织募捐活动时 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 态度马虎 为顾及家长和学生的感受 也为遵循资源募捐的原则 引起家长和学生反感 感谢观看